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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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接着我们要来谈的是第四章 那么这个第四章的第一节 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 黑格尔的脉络里面来 事实上他刚开始的时候 是谈到了一些19世纪的一些 所谓的关键的转变 这一节的标题就叫做 逆于18世纪的四个关键转变 那么标题这样写 所以你看到18世纪 但是事实上这一章要谈的是19世纪 其实要谈的是19世纪 以及19世纪之后的 这个进一步的发展 那么包括了我们会谈到一些 受到黑格尔影响的20世纪的 这个美学家他们的思想 那么可是呢 所以在第一节里面 虽然他谈到了这个四个关键转变 但是很快的又回到 谈到前面的那一章里面 在18世纪那里面 这两位重要的这个美学思想 也就是这个Hume跟Count 然后呢又对他们做了一番的回顾 那我想在其中考前 这个把这个做一个 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也许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一节 其实等于做了一些简单的回顾 同时比较了18世纪跟19世纪的一个特点 那么这个特点一个非常明显的地方 就是18世纪的美学的焦点呢 是所谓的审美或美感 而这个字实际上也就是 因为18世纪也是美学的诞生的时候 那么审美或美感 这个字其实就是 美学这个字的形容词 Asthetic 或者是有时候加了另外一个字为 Asthetical 就是审美的或美感的 这是18世纪美学的焦点 所以在Hume 他整个的核心概念是 他谈的是品味 Test 那么这个品味是什么 是在主体他那边 他的一个品尝事物 那个品味艺术 品味美的那样的一种能力 那么康德的核心概念则是 所谓的审美的判断 Asthetical judgment 那么这个事实上也是什么 主体的一个能力 这个是18世纪美学的一个焦点 所以我们会很明显的看到 18世纪的这个哲学 包含美学在内 他的一个重心 事实上是落在这个主体上面 那么这个主体所具有的主体性 他所具有的能力 不管这个能力 被称为品味或者是审美判断 这是这个18世纪美学的一个焦点 那么也因为美学这个字 48世纪的人所创立的 这个Bowgarten 他跟康德是同时代的 差不多同时代的一个哲学家 所以呢 才会得到这个名称 这个英文的名称 那么这个名称 就是如果真正的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 也许应该称之为叫美感学 而不是美学 对不对 或者是审美学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古代的这个美学的问题 那事实上的确谈到很多关于美 而不是美感 的确是如此 换句话说 古代的美学比较偏向客体 比较偏向所谓的客观主义 那么比较谈的是这个美这个事物 以及这个美的这个性质 那个是一个客观 好像它是一个客观的性质 但是在18世纪里面我们所看到的 其实他们在问的是 人如何去感受到这种让人觉得美好 这个所谓的美的东西 因为他们现在事实上经过了整个 16、17世纪的知识论的这个批判 你可以说人们其实很质疑的就是说 在事物上面是否真的有一种客观的性质 叫做美这样的性质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 说真的有一种beautifulness 落在这个东西上面吗 如果真的有 那为什么科学家不能够去把它检查出来 就是说我拿个仪器 然后说这是美的 这不美 对 这是美的 那是没有的 对不对 那么所以你看到18世纪的这个重点 其实本来在人的这个感受上面 那么我们很明显的在过去这半个学期来看到 康德就是把重点摆在主体上面 他甚至认为感受到美 其实原因在你 而这个事物它顶多扮演着 像我们的书里面Helby所说的 扮演着一个类似触眉 触发的一个角色 重点其实是在人的身上 人的身上 这是我们在18世纪所看到的一个特点 那么这个特点会把整个的审美的重心 完全的都摆到主体上面来 而主体性的确也是18世纪 启蒙运动的世纪里面的一个特点 一个特点 可是到了19世纪 这个我们接着要看到的 尤其是我们要看到的这个哲学家Hegel Hegel的哲学在某些方面来讲 他非常具有一种调和的特性 那么这种调和的特性让他 希望这个哲学的一个重心 不单单只是摆在主体上面 那么客观的事物是一样的重要的 所以他事实上是要把主观性跟客观性加以结合 那么这是Hegel哲学所具有的一个特点 那么当他在讨论这个美学的问题的时候 他的重点已经不摆在 落在主体上面的那个品味或者是审美的能力 所谓的判断上面了 他整个重点实际上是摆在 他就是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做艺术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面 所以这个时候最关键的字眼就变成是艺术这个字了 那么艺术看起来这个似乎是一种什么 似乎是一种客观的东西 对不对 一个艺术品就是什么 就是摆在那个地方 可是Hegel把它理解为摆在他的整个精神哲学里面 理解为那是一个精神性的产品 一个精神性的产品 那么既然它是一个精神性的产品 那么它必然的有来自于主体 来自于比如说艺术的创作者 以及甚至来自于另外一个主体 也就是观众欣赏者 那那边所说 因为必须要什么 大家承认他是艺术他才是艺术啊对不对 那必须要什么 有一个艺术家去创作这样的东西 所以他不单单只是一个客观的东西摆在那里 他也有什么来自于主观的部分 而且这个主观的部分呢 他不会只考虑到 因为如果你注意Hume跟Count 他们其实不谈创作的对不对 他们其实看的那个审美判断是什么 是一个观众对不对 是一个观赏者 他们不会去问那个什么 他们并没有去问那个艺术家本身 那么而且呢 这个Count会把艺术家跟这个天才结合在一起 那那个Hume的品味也是啊 他是一个在享受的在消费的 可是他却不会去问 那那个创作的人呢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18世纪的某种片面 那一个人想要透过艺术这样一个概念 把主体课题 把创作者欣赏者通通给结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 那么这个时候的整个概念就变成是艺术的概念了 那么所以如果你看这个美学的一个转变 你会发现在不同的时代所探讨的问题其实不太一样 古代的问题呢也许美是一个核心 而到了18世纪 虽然拿美当作一个黄子 可是重点在这个美感上面 在主体的审美的能力上面 在这个所谓的品味或审美判断上面 那么到了19世纪呢 这个焦点呢则是落在所谓的艺术这个词上面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差异 很明显的一个差异 那么在这一节的这个标题 所谓的四个这个关键性的转变 也就是它这里翻译这个称之为叫key strokes 那么在这个四个key strokes里面 它讲到了19世纪的一个特征 一个特征 那么第一个特征呢就是区别艺术与自然 区别艺术与自然 那么所以呢所谓的美 至少在康德那里他就只谈美 可是黑格尔马上就问了就是 艺术美跟自然美 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不同 它会区别这两者 区别这两者 这是第一个 那么这个呢我们在下面一节会看到 第二个呢则是艺术作为人的表达 或者是作为人的表现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具有创建的的一个观点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在古代其实也有艺术理论 就是说古代除了这个有关于美的理论之外 事实上也谈到艺术 只是可能用一个比较狭义的词 比如说亚里斯多德的这个有关艺术理论的那个作品 事实上就叫诗学 那事实上它就只谈诗 他并没有什么谈到其他的艺术作品 但是呢 一个这个诗的部分 事实上可以广泛的引申到 这个整个的其他的艺术作品那边去 比如说他认为诗的一个本质是模仿 那么如果诗的本质是模仿 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到 那么对他来讲也许其他的艺术 也同样的是一个模仿 包括一个画家他在画画的时候 对不对他看到外面一个景物 所以他把他这个景物加以模仿 把这个景物呢 移到了画布上面来 那么所以一个好的艺术家 似乎就是什么 就是他的这个模仿能力好不好 换句话说 他的再现的能力好不好 能不能够把这个东西很好的再现于 这个画布上面 让人家仿佛如同亲自的见到这样的风景的感受到他所看到的 那么这个就是过去的一个艺术的观点 可是在黑格尔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他的观点也改变了 那么这个改变就是把艺术当作是一种人的表达或表现 就是这个human expression这个字眼 那么这个观点呢 对艺术的理解就变不一样了 因为如果艺术是一种再现或一种模仿 那么重点当然就摆在 你模仿的像不像 真不真 传不传神 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模仿得很好 所以技巧非常重要 对不对 这个技巧也就是 能不能把他这个如实的 像如同轻见本的那样的去显示出来 不管他是个风景或者是人物画 肖像画等等 可是如果艺术是作为一个人的表达或表现 那就不是在模仿什么东西 对不对 而是什么 要把我内心的内在的 尤其是我们称为感情的 这种感情给表现在这个画布上 那这样的话我干嘛去什么 去模仿或再现一个外在的东西 我甚至可以什么 用很强烈的色彩泼在这个画布上 让人感受到这里面有多么强烈的 我的感情的感受在当中 那么甚至所谓的抽象的绘画也都可能 对不对 可是如果在过去用的是这种所谓的 模仿理论或再现理论 你不可能做抽象画 对不对 甚至即便做了抽象画 你还要问说 这个方形是什么 那个圆形是什么 对不对 因为你还是认为他在模仿着什么 那么对于一个表现理论的画家来讲 没有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他们都不是什么 对不对 你看到这幅画 甚至呢 你感受到那里面的颜色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我 就是艺术家 对不对 你在那里面看到艺术家本身 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理论 他的重点会更多的放在这个艺术家的内心 甚至他的个性 他的感情 他的特质上面 那么古典的这个绘画 因为他是什么 你有没有能力去把它给转移过来 所以一个画家画完了之后 他通常就功成身退 他们很少会在什么 在这个画布上面签名 说这是我画的 因为谁画的并不那么重要 甚至呢你可以看到在古希腊 其实所谓的画家被理解为是工匠 事实上是工匠 就是他们只是善于做这样的一个模仿的人而已 只是这样的人而已 但是如果现在他不是一个工匠 对不对 你现在在那边看到就是这个艺术家 这个活生生的人 他透过一个作品把它给展现出来 这个艺术家非常重要 而且就是什么 你欣赏这个艺术作品所要看的东西 那么这里面当然有一个什么 就是表现在当代的这个特色里面 就是他会更加的强调的也在这个主体 作为艺术家的这个主体上面 古代的艺术没有那么重视这个主体 对不对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差别 这个一个差别 那么这个部分就是所谓的这个表现或表达 这个理论也会在下一节谈到 那么第三个呢 则是所谓的艺术的历史性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十九世纪 那么谈艺术呢 是被摆在历史的脉络里面来谈的 所以已经不再认为什么 有一种永恒的艺术作品 因为我们会发现到了某个时代 他的艺术 他的画风 他的特点 人们喜欢的东西又不同了 对不对 那过去的东西呢 过去的东西很好 可是不是属于这个时代的 所以他们就什么 被列到博物馆里面去了 对不对 到博物馆里面去的东西是什么 是一个曾经在某个时代 成为大家所认为非常好的作品 但是呢可能已经不是这个时代 在创作的东西了 这个是我们会看到的一个特色 因为黑格尔的这个哲学里面 这个所谓的历史性 是他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么这个观念呢也摆在艺术里面 因为他所看到的是什么 不同的文化 对不对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时代 所产生的艺术都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如何能够去谈一个什么 谈一个普遍的广泛的 像他的前一个世代的康德那样 谈一个广泛的好像什么 全世界的艺术从来都不变 美的标准好像都 每个人都一样 只要生而为人 所以呢 所有的艺术 那个好的艺术 好像也都只有一种模样 到了黑格尔你会发现 他已经不再持这样的看法了 他看到的是什么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历史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社会 不同的什么 其实都有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艺术 那么这种艺术 他如何去跟这个时代 相连结 这个就是成为 这个 黑格尔所要谈的一个课题 那么这种观点 事实上影响到后来 包括 比如说新马克思主义的一种 对艺术的观点 马克思把艺术理解为是一种上层建筑 对不对 但是上层建筑是什么 是被下层建筑所决定的 因为下层建筑是地基 对不对 有什么样的地基决定了什么样的一个上层建筑 那么对马克思来讲 这个下层建筑是更根本的 而这个下层建筑是什么 是社会条件 经济条件 或者是一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剥削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决定了会产生怎么样的一种艺术 这样的观点到当代的美学 像阿东诺的美学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新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美学家里面 事实上都还会有这样的一种观点 就是把艺术跟社会政治做一个结合 而这点我们说 事实上我们在上一节在康德那边看到 事实上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发展 对不对 那么但是在Hager这里是很明显的 很明确的提出了这个所谓的艺术的历史性 所以艺术就变成什么 艺术史了 对不对 所以台大有一个艺术史的研究所 但是台大没有一个研究所叫做艺术研究所 对不对 因为现在艺术不能够什么一概而论 他必须要摆到一个脉络里面 摆到一个历史的发展里面来看待 我们才能够看出什么 这个艺术发展的一个轨迹 这个是第三点 那么也是在下一节会提到 然后第四点则是要摆到下下一节 第三节来谈到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艺术媒介的这个观念 media这个字 media这个字就是一个所谓的媒介 那么艺术的媒介实际上就是表现艺术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那么这个当然跟整个人类各种不同的艺术媒材的发展有关 像我们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有什么 有电脑对不对 那么电脑又可以产生更多的这个媒介 这种更多的媒介就可以什么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现新的艺术 所以古代的那种区分 建筑雕刻绘画音乐舞蹈戏剧师 然后后来出现了电影第八艺术 对不对 那么事实上早就什么 已经过时了 现在有各式各样的媒介 对不对 有各式各样的媒介 已经没有办法用过去的艺术的分类来涵盖了 那么黑格尔的这个美学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讨论艺术对不对 但是他不是什么 一概而论说艺术是怎么样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在第三点 他有一个时间的脉络 那么即便这个摆在艺术本身上面 也要什么 就不同的媒介来谈艺术 比如说就音乐来谈艺术 就绘画来谈艺术 而不是什么 这个普遍的谈艺术 因为你发现不同的媒介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命 恍惚像有他们自己的生命一样 因为一旦他艺化成为一个什么 独立的表现艺术的一种方式 那么他就会有这种媒介所具有的的优点 以及这种媒介所具有的缺点 或者这种媒介的限制 以及这种媒介的一个优先能够产生的表达的方式 那么这个都必须什么 摆在这个媒介本身的特点来加以介绍 所以一概而论的那个就是靠一张嘴 对不对 那么你一旦要靠要讨论的是艺术媒介 你就必须什么对这个媒介下过功夫 你自己比如说你自己画过油画 你才能够来谈油画 油画有什么样的特点 有什么样的缺点 对不对 有什么样的便利之处 以及有怎么样的限制 因为有些媒介适合表现某些东西 有些媒介不适合表现这些东西 相反的它却适合表现另外一些东西 那么必须要就个别的这个艺术的媒介来谈 这个是为什么黑格尔美学会写那么多 写那么长因为他还就不同的时代 然后又就什么不同的建筑 雕刻 绘画 个别个别的这个不同的所谓的艺术媒介 来讨论他们 那么所以这里面就什么 就有更详细的更细致的一个讨论 那么这种讨论也进到了 尤其是进到我们当代 因为当代就是一个什么 专业化 分工化 对不对 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你要去谈一个什么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什么 就某个个别的部分 讲出更细致的东西 那当然就显得越专业化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当代的美学也呈现这样的特色 所以就不是什么 就是不是像我这样一个美学 这个达通关什么都讲 而是什么 而要分成比如说音乐美学 对不对 建筑美学 电影美学 以及等等这样的一个个别的事物来谈 这是在当代的情形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的情况 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十九世纪的一些特色 那么这些特色很多的几乎都也成为二十世纪跟二十一世纪所具有的一个特色 那么首先我们简单的讲一下这几个关键的转变 第一个就是区别艺术与自然 那我提到了 我说你在黑格尔的美学一开始 他其实就谈到艺术美跟自然美 不过黑格尔在谈到这个的时候 他其实最终他认为根本没有所谓的自然美 他说所有的自然美终究说来是一种艺术美 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跟黑格尔的这个精神哲学是有关的 因为艺术跟自然的区别其实也就是人为跟自然的区别 因为艺术这个字就是art这个字 它本来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人为的意思 就是在希腊文就叫做technic 那么technic 如果我们把这个字变成这个拉丁字母的话 那么就变成technic 就变成这样 就变成这样 那么这个字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它就是什么technic technology 对不对 科技技术的这个字的字根 那么所以由这个technic所产生的这个字 就在英文里面就变成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艺术 对不对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它就其实就是技术的意思 对不对 实际上它就是技术的意思 而不管艺术或技术都有一个原始的意义在 它们都是人为的 人为的 那么也是这样 所以你会在譬如说 Heidegger的哲学里面看到 这是一个西方的美学的一个根本的问题 如何区别艺术跟技术 这个问题很少会是中国美学的问题 因为我们会觉得艺术跟技术有什么难区别的 这个好像还蛮明显的 问题是在他们的字意里面 即便我们不管这个technic 我们纯粹的只看这个art 你事实上了解到art的这个字本身就有两个意思 对不对 当你说你讲的是一种fine art 我们说那你谈的真的是艺术 你特别加了这样的一个形容词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现在在谈什么art or making money 赚钱的艺术 你知道这完全跟艺术很有关系 对不对 他教你什么赚钱的手法赚钱的技巧 如何能赚很多钱 对不对 这跟我们所谈的美学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我们在这个art里面看到 有很多的不同的意涵 那么这个不同的意涵呢 其实也表现在这个字 它本身所构成的形容词里面 比如说它的一个形容词是artistic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非常精致的非常有艺术性的 可是它还有另外一个形容词叫做artificial 那么这个artificial的意思是什么 是很人工的的东西 比如说一颗珍珠 如果它是nature 那它就是天然的珍珠 可是如果是artificial 就不值钱了 因为它是什么人造的珍珠 听起来就像是一种艳品 一种假的东西一样 就变成像那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你可以理解到 其实在art这个字里面 已经包含了这样的一种意思在 那么这个意思很简单的说它的本质就是什么 人为性 那么人为性当然跟自然性形成了一个对比 这也是为什么对于西方人来讲 当他们讲到艺术的时候 他们想到的是什么呢 想到的就是它是一个人家租于其上的的 而产生的的东西 它不能够 它不应该是天然的 它不应该是天然的 所以也是这个原因 当他们看到这个 比如说我们的故宫里面这个收藏的东西 居然有什么 这个什么用各种不同的材质去区分 有一种艺术叫做玉器 对不对很奇怪对不对 玉是接以的它只是什么 它就不过就是一种珠宝对不对 那一种珠宝或者一种石头宝石 它凭什么它是叫做艺术 除非有人在上面加工 那它才叫艺术对不对 可是有人在它上面加工使得它成为艺术 那叫雕刻怎么叫做玉器呢对不对 这个是很奇怪的 他们觉得说你那个故宫的分类 跟西方博物馆的分类 那简直是天差地远 因为他们分类是照着材质 这个玉器 这个漆器 瓷器 铜器 铜器 按照材质 这个材质让他们觉得这跟艺术有什么关系 听起来那是什么 都是一些自然材质 是铜还是什么 就是这些自然的事物 但这个事实上在是中国 中国的这个美学里面很容易的把这些自然的事物 当做是一个 当做是一个我们审美的对象 对不对 所以文人雅是喜欢收集什么 收集石头 对不对 特殊的石头 那么甚至呢 在台风季节很多人会去什么 捡石头 如果这块石头上面的花纹 看起来就像一幅国画一样 你就罚了对不对 你就赚大家钱了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去跟他说 其实这块石头上面看起来像国画的花纹 其实是我画的 他马上就不值钱了 因为他变成人工的 可是西方的观点刚好相反 对不对 他的价值正是在来自于人工性 正来自于我们的精神 加诸在这个本来只是一种自然的材质上面 把他变成一个人要他变成的样子 是这个东西让他有艺术性 所以艺术是一个人为的观念 是在这里面很明显的表现在西方 而且在他们的这个文字上面 表现在他们的文字上面 呈现出这样的东西 所以当黑格尔把艺术理解为是 他的精神哲学里面所谓的这个绝对精神 这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 他的确是一个什么 一个精神性的产物 那么他不单单只是一个什么 天然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艺术上 在这个意思上他才被称为艺术 他才被称为艺术 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 那现在为什么自然美他说 其实也是一种艺术美 他说因为自然本身他不会什么 说我很美或者我不美 对不对 自然不会说秋天到了对不对 叶子落下了 然后我是一片叶子 我觉得好悲凉 谁觉得悲凉呢 是那个看那个叶子落下的 那个台大的学生觉得悲凉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是什么 你用一个人的眼光在看大自然 大自然它本身只是一个事实 然后花开花落 对不对 可是人比如说林黛玉会去葬花 那是因为他有那样的一种感受 让他感到那个花是多么的可怜 所以他会去埋葬他等等这样的东西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说这叫自然美 黑客说人的精神是加注在上面的 正是因为有人才会觉得他是美 大自然本身不会觉得什么 我这里美那里不美 大自然就是个事实 你把地球破坏的再怎么样 地球照样继续转动啊 对不对 他也不会什么 多埋怨你一生或者抱怨什么 他不会 是人自己受不了啊对不对 说我们怎么把地球弄成这个样子 然后就开始反省检讨说都是我们自己的错 然后要去什么 要去改变这件事情 所以事实上一旦你讲到美 黑格尔的意思其实就是说 一旦你讲到美 人为性就在那上面了 这个人为性在那里就是所谓的精神性 我们其实的 我们的精神已经加注于其上了 所以任何一个感受到自然之美的人 其实都用你的眼光在看着这个自然 你当然可以理解到 这里面多多少少有我们在之前康德的哲学 康德恩的美学里面所看到的一个影子 对不对 这里面其实都有一个什么 主体的这个来自于主体的感受 大自然本身无所谓美对不对 一有美 其实就有人的感受属于这个主体的感受在这上面了 这是黑格尔他在这个他的美学的一开始所提到的的一个想法 好 这个是第一点 那么后面这个第二节我们其实还会讲到 我现在只是简单的说一下 那么第二个就是艺术作为 那么既然一切其实都是人为性 对不对 所以对他来讲 艺术就是一个跟人非常密切相关的东西 没有办法脱离人去理解美或去理解艺术 在那看来这都要什么 回到人来 艺术呢事实上是人的一种表达或一种表现 所以当一个作品被呈现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去问 这个把这个作品呈现出来的的那个创作者 他想要表达什么 要表现什么 那个表达什么或表现什么未必是什么 文字可以说明的 对不对 也许他要表达或表现的是一种感情 对不对 或者是一种直觉 一种没有办法说出来的东西 所以并不是什么 说我把那个他要表达的表现写出来 那就是那么多 也许你写出来的也只能是什么 只是一个你的诠释 或者只是一个他所表达或表现的某一个方面而已 对不对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样的一个观点呢 就跟古代的这个所谓的theory of imitation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现在称之为叫在线理论 这个理论呢大概支配了西方的艺术这个2000年 那么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理论 到了这个黑格尔提出这个观点来完全改变了 就是作品不是为了要模仿 或者不是为了要再现什么 那我们会看到不管是亚里斯多德在称赞师 或者是柏拉图在反对师 其实他们都是把他理解为那是一种模仿 柏拉图的意思就是你去模仿 那你所模仿的是现实的事物 而现实的事物是对理型的事物的模仿 所以呢一个艺术的创作者在模仿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是什么是模仿的模仿了 对不对是影印的影印那就很模糊了 他觉得他的理想国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东西的 这是他的根据所以这个根据其实就在于什么 他接受了一个所谓的模仿理论来理解艺术作品 那么亚里斯多德则是认为什么 模仿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物 事实上我们从小到大很多的学习 都来自于模仿对不对 你怎么学讲话的你其实就是模仿啊对不对 一定什么就是在你学会讲爸爸之前 你一定什么先叫你的小孩至少叫了一百声一千声的爸爸 对不对你叫爸爸爸爸对不对你一直叫一直叫他 所以他有一天他就真的叫爸爸 你就流下了眼泪我儿子终于叫我爸爸了对 他叫你爸爸之前你先叫他一百声爸爸了对 实实上是这样 所以他其实是模仿学会的 那么不只是这样即便大家在大学里面 其实你在上课你在听的时候你也在模仿着老师 有一天你当老师你又不知不觉想到说 我以前老师就是这个样子我其实是在模仿他 我以前我也是在模仿他 所以我都记得我教书的第一年 这个我的学生跟我说 哇你跟你的指导教授好像 就是你一站到台上来好像就被你指导教授附身了一样 因为我看他就是这样上课之后我就学他的上课的方式 那么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先从模仿里面去学习 所以亚里斯多说模仿有什么不对 模仿很好啊 而且模仿其实不容易啊对不对 当你能够模仿他而且不是什么 不是只是形式而且还神式那才厉害对不对 当你能够把一个景物不是只是画的像 而是把那个神韵这个是中国美学里面常常讲的 把那个神韵都表现出来都把它模仿出来 这个就是什么那个画家的道地之处 所以亚里斯多德是称赞模仿的 那么或者说他称赞诗或者这个艺术的一种模仿 可是他事实上也是建立在模仿理论上 但是现在我们会看到的就是当代到了这个Higer 他告诉你这个艺术的本质不在这个所谓的模仿上面 而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他说这里面其实重要的东西是表现 这是一个跟过去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观点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从Higer之后事实上到现在 一个画家重要的原因不是什么 是画的像不像对不对 你其实看到的就是什么 当范古他刚开始说就是有一段时间说他要学画 学当艺术家 然后他有一个表哥就是念艺术学院的就是什么 给他一个石膏像 说你每天画这个石膏像对不对 范古画几次他就受不了了对不对 他不想要模仿他不想要模仿 范古的作品其实是在表现的范古对不对 所以你一看那个作品就觉得这好范古对不对 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 所以古代的艺术作品很难很难让你看到 你会不会看了一个希腊的石膏像 说这个很希拉克拉底斯或者什么谁 你一点都不觉得他就是好像整个艺术 希腊艺术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当代的这个艺术里面 用模仿理论就很难能够解释得很好 相对的我们看到了那里面有更多的 属于这个艺术创作者的一个主体性在上面 那么一个适当的表达这种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吴宁说是这样的一种 theory of expression 第三个关键的转变是艺术的这个历史性 那么如果艺术是一个精神的东西 那么精神其实就是人 人是会变的对不对 那么所以人所创作出来的作品 当然也是会改变的 会改变的 而这个改变的情况跟人的存在的情况是有关的 是有关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什么 透过这个历史去理解艺术 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艺术作为一种表达一种表现 所以我们也可以什么 从这个艺术的作品而了解到当时的人的情况 这两者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关系在 这个是第三点有关于艺术的历史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黑格尔就把这个人类的一个这个艺术的发展的过程 先在很大的一个方面分成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就是所谓的这个象征的艺术 古典的艺术跟浪漫的艺术 那么关于这些不同的艺术的呈现 跟人类的这个精神的文明发展的阶段是有关的 那我们没有办法仔细的去说 等后面谈到的时候再来讲 那么第四点则是从个别的艺术媒介 而不是普遍的艺术的整体来研究艺术 那么这有关于这方面 我们的书里面它独立出一整节来谈这一点 来谈这一点 那么在这个书里面 这个78页的地方有这样的一段话 就谈到媒介这件事情 因为事实上那个78页上面这段 如果你仔细看 其他的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 几乎都只有一句话带过去 那么剩下的这一段剩下的其他部分 几乎都在讲这个第四点 都在讲第四点 那一样的到后面 他也用了一节来谈这个关于媒介 那么在这一段的中间的地方 他有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to know what art is one must know what makes one medium 譬如说painting 某种媒介 譬如说绘画是一种媒介 make one medium different from another 譬如说music 对不对 那是另外的一种媒介 所以one medium different from another medium and why in virtue of its particular features this or the medium predominates at a given historical moment 并且去说明 跟刚刚的第三点要结合起来来说明 可以在某一个历史的阶段 某一个媒介 他会什么 独占翱头 独占翱头 那么不同的媒介在不同的时代 因为换句话说并不是什么 比如说并不是所有的时代 那个建筑的艺术都一样的重要 并不是有些时代 那个建筑是没有太多的艺术性的 他们纯粹就是什么 实用的 用来居住的 对不对 可是有些时代 他会特别的去重视建筑之美 那么或者同样的 有些时代他表现了某一类的艺术 那一类的艺术显得特别重要 其他的艺术也许就不那么重要 那么在这个投影片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我举了一个例子 唐诗词元启跟明清的小说 我这样写的时候 我并不是说只有唐朝有诗 宋朝就没有诗 元朝就没有诗 不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各位可以理解 事实上当黑格尔来讲建筑 雕刻 绘画 作为不同的时代的一个代表的时候 他也并不是那个意思说 所以其他的时代就没有这个东西 并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这种艺术媒介 成为最好的表现这个时代 最精英的艺术家都把他们的心力 投注在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媒介上面 这样的一个艺术的类型上面 这是我们会看到的一个特色 那么不只是西方的情况是这样 我们说在中国其实也是这样的 对不对 不同的时代他的 这里讲的我举了这个唐诗诵词 原曲明星小说其实比较像是文字性的艺术 那么即便是文字性的艺术 你可以看到在任何一个时代 他也有他所擅长的使用的媒介 而且一种媒介一旦被用到已经 就是最好的诗都已经被做得差不多了 后面的人很难在什么 超越他顶多跟他一样好 那么他们就会什么 去寻求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来表现 那么所以一种新的媒介 刚开始被运用的时候 这时候还没有很好的作品 就会什么 引起大家的兴趣 然后就投注在上面 那么medium这个字 它是一个拉丁文变过来的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它单数的时候是medium 而负数的时候就变成media 不是加s 这个是拉丁文的那个 这个变化的方式 好 这个是关于这个个别的艺术媒介的情况 那么你可以理解到 所以在一样的 当我们在讨论这个中国的艺术史的时候 也会面对用不同的媒介 来探讨不同的时代 他的这个文字艺术的一种表现 OK 那么Helvitz在这里面所提到的 这个四个关键的转变 整个看起来都出自于这个十九世纪初的 这个黑格尔的美学 那么所以呢 他就讲到 他说其实近代 这是Helvitz自己的看法啦 他说近代的美学三大家就是这三个人 Hume、Khan、Hager 那么Hume是十八世纪上半叶的人 康德是十八世纪下半叶的人 而Hager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的 很有趣在Hager过世之后 整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 几乎没有什么美学的大家 然后之后就只进到了这个当代来了 那当代当然就又出现了一些大家 但是呢基本上就是这三个人对于当代 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力的 特别是后面两位 特别是后面两位 那么Hume他的这个影响主要的在两方面 这个是在我们的书里面七十八页 这个到这个七十九页 他在这里面他提到这个Hume他 这个从那里产生了这个所谓的品味的问题 让所谓的品味的问题成为美学里面的一个问题 变成美学里面的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 第二个他认为有所谓的这个 他称之为叫做Quality of Judgment 然后他瓜胡写的True Judge 在七十八页的最后一行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品味的高低 品味的高低 有些人品味比较好 有些人品味比较差 我们在这本书上一章的前面谈Hume的时候 其实Hume都在问那个标准在什么地方 何以我们会认为某些人的品味是比较好的 何以我们会认为某些人的品味比较差 然后他提出了很多的这个标准 作为一种判准来判断这个品味的高下 那么这个当然就牵涉到这个Quality 这个判断的这个Quality 这个是从Hume那边所提出来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如果我们把Hume跟康德 因为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是比较有关的 就是有关于审美的那个能力 那么Hume比较是一个客观主义者 在某方面来讲就是因为他认为这里面是有标准可言的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标准 相对的你如果要去从康德的美学里面找到说 根据康德美学这幅画漂不漂亮 你找不到这种标准 因为康德实际上不是不讨论这个问题的 你也许从Hume那边可以找到一些作为判断的方式 但是康德不可能 而且康德要问的其实是一个 所有人都共同的拥有的普遍的那个面向 这个才是康德在乎的问题 Hume在乎的不是这样 他认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这个是康德与修姆两者之间的一个差异 那么除此之外 Hume还留下了一个遗产 是在当代这个重要的一个想法 就是所谓的这个自然主义 所谓的这个自然主义 那么这个自然主义也就是什么 the attempt to root ascetic experience in facts about human nature particularly facts about human perception and psychology 那么换句话说 那么要去问那个审美经验的那个根源 在有关于人性这个事实上面 特别是有关于人的知觉 以及人的这个心理学上面 从那里面来探讨有关于审美的这件事情 那么这个就构成了一个所谓的美学的自然主义的一个传统 这个传统 那么这个传统都有一个特别的因美哲学的一个脉络 因为从Hume 开始我们就看到他非常关心的 他自己的那个主要著作 我们就是在谈介绍Hume 的时候 在那个上学期的美学在介绍Hume 的时候讲过 Hume 的这个著作叫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那么这个human nature 我们一般翻成叫人性对不对 所以这本著作就被称为叫人性论 可是这个人性英文实际上是什么 是人的自然human nature对不对 那么而且Hume 事实际上是把自己跟什么 跟牛顿相提并论 就是牛顿讨论nature 但是他的那个nature是没有人的nature 那我也讨论nature 我讨论的是human nature 所以呢我们都在讨论nature 但是他讨论的是一个什么 一个无稽的世界 一个自然的科学的那样的一个世界 可是我要谈的是什么 人真正来讲是什么 所以自然科学家把这个所谓的nature 分析到最基本的单位 比如说原子对不对 分析到最基本的单位就像那样子一样 那么Hume 则是什么 要把human nature分析到它最基本的单位 在他看来那就是什么idea 就是观念 所以他其实做了很多工作 就对他来讲他觉得那简直就像是科学的工作 只是他做的是什么人文的科学 所以他科学讨论nature 人文科学讨论human nature 那么然后他认为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什么 就是像科学在那里面得到的定论 我们也可以在对人文科学的探讨里面得到某些定论 在这个观点上面这个可以得到这样的东西 那么当代的这个自然主义美学 也就是所谓的心理学士的美学的代表人物 都是英美学界的 一个就是美国的John Dewey 我们一般翻成叫杜威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书后面会提到的这个Richard Volheim 那么他是一个英国的美学家 那么这事实上也是一个什么 就是来自于Hume的那边的一个传统 这是Hume的对当代的一个影响 那么另一方面则是康德 康德就是Hume带来的也是一个美学的自然主义 康德则是什么 留下了一个所谓美学的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 那么这个形式主义后面 在这一节里面 从这个79页一直到80页 结果他变成一直在讨论这个所谓的形式主义 同时也对这个形式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评 这是我们在前面讲康德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已经看到了 对 就是在讲到这个无目的的和目的性里面 就是在透过他的康德这个概念 我们把康德的美学理解为是一种形式主义 那么这个形式主义也成为当代某一些派别 比如说 这个 这里他提到了这个 这个德国的Hanslick 或者是英国的Clip Bell 跟这个Roger Frye 他们都是这个形式主义美学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都是这个代表性的人物 那么他在谈到这三个人说他讲到说 Post-Conscient Formalism 就厚康德的这个形式主义 Wishes to restrict R to a small and closely defined set of properties which is the properties of the media 他们想要把艺术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范围里面 就是什么 就是他不要去表达那个具有意义的内容的东西 所以他纯粹就是什么 比如说有音乐的音符 甚至音乐的一些要素 所以这里面都牵涉到什么 这个Medium他本身所具有的Property 你们一定听过比如说朱中庆打击乐团 对不对 打击乐他本身他不太有旋律性 没有那个音符的高低比较少 那么可是他非常有明确的节奏性 对不对 所以当他在拍打的某些节奏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一种美感在 就会产生一种美感在 相对的弦乐或者其他的乐器 他们就可能有比较强烈的一种旋律性 那么他产生的是另外一种美感 那么这些美感他本身都可以停留在这个形式上面 而不要去问这样的打击乐 这样的弦乐是要是什么 是要去表达什么样的意涵 是不是命运在那边敲门还是怎么样 并不需要这样 就纯粹从音乐享受音乐之美 纯粹从色彩享受色彩之美 对不对 而不要去想说这个色彩代表着民进党 那个色彩代表着国民党 或者捏一颗橘子马上想到的是 那是什么党 我都忘记名字了 千名党 珠此类的 就是不要去想那个代表 对不对 而是你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你享受的是节奏 你在这个地方你享受的是旋律 对不对 那么你在另外一个地方 你享受到是他们的和声 或者你享受到是什么 他们的色彩的变化之美 对不对 所以他就把这个艺术要限制在 他说 Restrict art to a small and closely defined set of properties 而这个property呢 就要什么 从这个medium本身 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怎么样的一种 无目的的和目的性的那种形式之美 这个就是形式主义他们所要探讨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 在这样的一个想法底下 艺术的范围会变得很小 为什么 因为有太多的艺术是有内容的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 那么康德的一个影响 第一个是美学的形式主义 另外一个就是美学的这个道德的象征 这个想法刚好跟形式主义是相反的 对不对 一旦有道德象征 其实代表了什么 那里面有某种的价值了 而有某种的价值 他就会跟什么 跟道德哲学跟伦理学跟这个什么 跟这个政治哲学等等挂钩 那么这样的一个想法 事实上在人类很早以前也就有了 你想想看柏拉图 他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个是模仿 对不对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他认为某些音乐某些艺术会败坏人心 对不对 他认为那些音乐 比如说他说Ionic的音乐 那个听了会让人什么 威靡不振 他觉得这种音乐是不好的 那么所以他在那里面 柏拉图事实上认为 一个艺术或者某种音乐 或者任何的一种媒介 他不会单单只是他本身 他会什么 影响到某些道德的后果在的 对不对 所以柏拉图甚至提出了一个 我们现在看起来觉得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他主张什么 要检查 媒体检查 艺术检查 对不对 然后如果是不好的艺术 要把他什么 要把他给禁止掉 要把他给禁止掉 那么所以事实上这样的观念也在什么 古代很早就有了 甚至你甚至会开始在比如说孔子 那他的一些说法里面有看到 他其实也有这样的想法 他会说物正身之乱雅乐 对不对 所以孔子只要有能够拿到政治权力 他一定什么 不准演奏正身 对不对 因为正身是威靡 或者是这个怎么样的一种音乐 或者什么 那么这种 所以这种美学的道德象征 那里面有一个背后的意涵 而且我们会看到 事实上早在人类不管中西的文化 早就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在了 而在康德那里我们似乎看到 这两种情况都共同的存在 都共同的存在 OK 那么这个刚刚我们提到了 几位形式主义的这个美学家 当代的 这个Clip Bell就很有名 他是其中的一位 一个美国的这个美学家 那么他把艺术 他给艺术一个定义 给艺术一个定义 那么他说艺术就是有意义的形式 我把它翻成有意义的形式不太好 为什么呢 因为有意义听起来是有内容 所以我说不太好 但是他的有意义是这个字 significant significant其实就是重要 对不对 重要的 这个对你产生影响的 这个是significant 那么然后但是一般人 把这个significant form 就是至少在台湾我看到的一些中意 都把它翻成叫有意义的形式 但是要理解到他这个意义的意思 并不是内容跟形式相对立的那个字 他其实只是说某些形式可能不那么重要 但某些形式是特别重要的 会有影响的 他把那种形式称之为叫significant form ok 那么他说这个significant form 会让我们得到这样的一种经验 an experience of fluency purposiveness finality which enraptures 那么这个在我们的书里面 这个79页中间 这个这一段 那个倒数第二行的这个地方 他说这个他呢会产生一种流畅的感觉 对不对 比如说当你在听一首流畅的旋律 或者在看某种流畅的线条 或者有人在念一个流畅的口诀 你事实上就会感到这种fluency 而且这种fluency 会让人觉得很轻快很自在 或者很顺很爽或者什么样 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他 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经验 那么他能够这样子 他身上就是产生了某种 有这种所谓的这个significant form 那么或者他是一个purposiveness 这个几乎是康德的字 对不对 一种合目的性 或者是一种能够吸引人的的一个finality 某种确定性这样的东西 就是类似这样的 那么他就是这种所谓的significant form 这样的情况 那么在这里他提到 所以他说艺术真正的价值 其实是一个神秘之物 is a mystic thing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说不出来的 因为他是个形式 形式是没办法说的 相反的内容意义 那就可以说 对不对说他代表什么 他代表什么 可是他觉得艺术真正的魅力 事实上是在那个形式的那个面向 而形式的那个面向是一个神秘的东西 那个东西是不可说不可说 是没有办法去说的 这是为什么他认为那是一个mystic thing overfilled means sublime unfaceable and untranslatable 就是这个什么 崇高的 不可解的 不可转意的 就是完全就是你在感受它的时候 你感受到这个神秘的东西 这是他对艺术的一种理解 形式主义的一种理解 那形式主义在二十世纪的时候 的确也成为某个某些艺术的流派 我记得我那时候 就是差不多我学生时候还要二十世纪 我所看到的一些美学教科书 几乎都会提到形式主义这个流派 但我必须承认现在他都不太看得到 他似乎有一点这个过时了就是 但在我们的书里面 在79页的这个最下面的这段 他几乎都在谈这个形式主义 都在谈形式主义 那么所以你其实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康德自己从来没有说 他是个形式主义者 但是这几乎已经变成一个通说 就是把康德理解为就是一个形式主义者 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康德其实讲的是什么 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对不对 那说他是形式主义是什么 是我们 对不对 所以我最近有看到一篇论文说 他都认为康德不是这个形式主义 这样的一个观点 可是想要驳斥这一点 那么你必须花很大的功夫 因为很多人 事实上绝大部分的学者都是认为 他是一个形式主义 但如果他是个形式主义 那么形式主义会有一些问题在 那么在这个79页下面这一段 他其实提到两个形式主义 一直到80页提到形式主义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艺术作品想要区别形式与非形式 其实所谓的形式跟不是形式的那个部分 有时候并没有那么好区别 没有那么好区别 这个你们的其中一位助教 他也一直在跟我强调这一点 他认为所谓的形式或内容 或者形式与意义 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区别的 那么这一点Hervitz在78页下面这段 他也提出他的一个看法 这是第一个批评 那么第二个批评则是在80页 他说即便可以区别 艺术作品的形式跟非形式的部分 即便能够这样的区别 但是要完全的把非形式的部分 从作品的艺术性里面删除 那么在很多的艺术里面是说不过去的 因为一旦他的内容的部分 那个非形式的部分被拿掉 他的艺术性很可能就是什么 就这个荡然无存了 因为他的很多吸引人的地方 恰恰是在他所谓的那个内容 或者他的意涵 他那个里面所包含的意义 所象征的东西上面 那么就像黑格所谓的象征的艺术 因为象征的艺术最主要就是 这个艺术在象征着什么 他那个意义对于这个艺术作品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要把那个象征拿掉的时候 这个他就几乎已经面目全非了 已经不是一个艺术作品了 因为象征艺术它的特点正在于 它本身作为一个symbol 我所要去指向的那个 所要去symbolize 的那个对象 那形式主义是什么 是不要你去谈他所要象征的那个东西 停留在这个艺术本身上面 享受他的所谓的艺术性 或者享受他的形式性 但是一旦你要这样做 这个就会出问题 就会出问题 OK 那么所以呢 我们来看看在第一点上面 他说艺术的形式跟非形式 是没那么好区别 那Hervitz 在这里面提到 他说如果我们真的就不同的medium 来加以这个来加以检查 不同的艺术的媒介 不同的艺术类型来看的话 他说chamber music 室内乐 或者是抽象艺术 这个是比较能够符合形式主义美学的艺术 因为他们没有要代表什么东西 所以呢可能是比较能够符合形式主义美学的艺术 但是他说必须承认其他阶段 大部分的艺术都不能够符合 都不能够符合 那么我们书里面在这里就举了 这个贝多芬的这个第九号的交响曲 那个最终乐章也就是希勒那首诗 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有一个特点 跟他之前的前八首的交响曲都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贝多芬在这里面加了人声 而不单单只是一个契乐的演奏 不单单只是契乐的演奏 那么这个我们当然知道后来尤其是浪漫时期 那么你会看到更多 对不对 马勒甚至有一个千人交响曲 你说怎么那么多人 这千人在台上搞不好比观众还多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合唱团 有时候那个千人交响曲有时候 找不是只有一组合唱团 要找三组合唱团 那个连那个什么儿童合唱团或什么都找来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把这些东西加上去 我们说纯粹的契乐它比较什么 是完全形式的比较有可能 一旦你开始唱起歌来 尤其是到了浪漫时期 你看苏伯特艺术歌曲 那个歌曲里面都是有意涵的 对不对 虽然我必须承认 他的艺术歌曲 你说我不知道他在唱什么 因为他唱德文 对不对 什么 菩提树 即便你是听这个 就是说你也觉得他是好听的 可是你不知道他在唱什么 对不对 如果你了解他里面的意涵 你才知道那是一个想自杀的人在唱德歌 因为他的女朋友跟他分手了 他要靠近那个菩提树 你知道他想干嘛 他想上吊 就是你回去看 就是回到那首诗 你去读那个诗的内容 你才知道那是一首颤情的歌 对不对 事实上是面对他的爱情的不顺利 然后他看到那个菩提树 那是他从小长大的一棵树 他想要在这个树 他想要利用这棵树的树干要自杀以及等等 这时候你再来唱的时候 你整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完全不一样了 OK 那么所以这个很多的艺术 当他加了这个意涵内容之后 那么就是把那个意涵内容拿掉 他就只剩下那个所谓的形式的面向 而那个面向事实上是有限的 那么这个有限性 这个摆在很多地方 他这个我们书里面后面也提到 他说比如说希腊悲剧 希腊悲剧你说我只管形式性 我看不懂他在演什么不重要 你错了 对不对太重要了 一旦那个悲剧里面 是什么样引起这个悲剧之所可悲之处 你都不知道对不对 你不知道他们在那边演什么时候 那个艺术性可能已经完全就不见了 这是为什么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面 他提到说希腊悲剧那个合唱团的角色非常重要 因为人在那边演出 那个合唱团其实在那边唱着的歌 事实上是在解说这个戏剧 所以他帮助观众在理解着这个戏剧是 剧情是怎么样 在理解这个剧情是怎么样 所以它的内容当然是重要的 那么在这里他就区别所谓的音乐 音乐的形式性 他说形式是什么呢 比如说音乐方面 形式是Phrasing, Harmony, Rhythm, Pitch, Voice Leading, Timber, Cadence, Cut Dance, Repetition, Variation等等 这些都是什么 音乐里面所具有的名词 这个他的节奏 他的这个和声 他的这个什么 这个高重音 那么等等他的各种音乐的一些手法方面 可是音乐的非形式也就是有意义的部分 在哪里呢 比如说一个最典型的就是什么 歌里面的那些字词所唱出来的意义 这个是我们比较容易区别的地方 所以对于形式主义者来讲 也许他在音乐上面 他就可能完全的不要声乐的部分 他只要留下契乐 可是你要知道最早的音乐其实是声乐 尤其是当你听这个中世纪的这个Gregorian chain 格力果圣歌 那主要还是歌词 歌词很重要 你不知道歌词 你只听到他们在那边 对 就是用大丁文在唱 不知道在干嘛 听起来好像很神圣 但是不知道在讲什么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你如果理解那些歌词 你会了解到他们对于神的那种向往 然后对于这个那种那种崇敬 那种圣洁以及等等这些东西的理解 那么这个就是音乐的飞行式 所以你当然可以怎么 在音乐方面你可以把那个words拿掉 对不对 可是戏剧一旦把那个属于内容的部分拿掉 那就差很多 那么这个书里面在这个79页的这个最下面 他举的例子事实上是我们已经听过的 就是第9号交响曲第4月章的这个欢乐颂 欢乐颂就是在那个79月的倒数第2 4 6 倒数第7行 他说first appears in the cello section 所以你记得在那里一开始的时候 事实上是一个什么 低音大提琴 对不对 然后后来就是大提琴出来 然后后来中提琴 小提琴 以及跟着其他的这些木管铜管的乐器 在后面出来 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里面 他还是一个纯形式的部分 他说first appears in the cello section which sings it alone there is no doubt they are singing a song one cannot hear it otherwise 他说你在听他大提琴所拉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是在拉一首歌 对不对 但是那是大提琴 所以你不会听到歌 没有内容对 没有那个意涵 虽然你知道那是个歌 然后他说we simply do not know what song whether there will be words until the music is repeated by the singers who sing that Schiller drinking song with the words 那么他把这个 Schiller这个诗 他称之为叫饮酒歌啦 他代表欢乐嘛 所以他称之上他叫做饮酒歌 那他说我们并不知道他后来会不会唱 但是他的那个旋律是一个歌的旋律 歌的旋律 然后他开始是弃乐 到最后所有的乐器都出来了 然后那个合唱团也出来了 我们听到的那首歌 对不对 我们听到的那首歌 那么这个是他的那个贝多芬把这个喜乐这个诗 这个变成了普成曲 他进行他的的一个方式 所以那个乐器的演奏仿佛只是什么 只是作为一个这个前导 那么所以他在七十九月倒数第三行你看他说 retrospectively 当我们去回顾他的时候 就是最后你听到那个合唱团唱歌的时候回顾 他说we realize that cello section has been longing to sing words 他说好那个提琴他们呢其实什么是想要唱歌的 可是他没有声带对不对他唱不出来 所以他只是先用音符的方式去把那个歌的旋律给表现出来 as if the instinct for the word has been in the music all alone 他说仿佛那个字词他其实是什么 早就潜藏在那里面的到最后他终于被这个唱出来 然后他说这点在贝多芬的这个第九号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安排 而这个就不是你在比如说小学的课本直接就是把这首歌 变成一个好像童谣的清天高高白云飘飘 太阳当空在微笑都变成这样子的那个 他说当你看到贝多芬在那边这样安排的时候 你知道他其实是在酝酝酝酝酝酝酝 那个提琴他没有声带他唱不出来对不对 但最后他让他唱出来了 然后你突然觉得哇这整个的安排太赞了 或者整整诸如此类的 那么这是他在七十九页到八十页这句话说的 This is critical to the integration of orchestra and choral elements in this movement hence to its form 他说这个呢 对于这个形式来讲其实是重要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有内容有意涵的歌 对于这整个形式的安排来讲 其实几乎就是什么 他的一部分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你怎么去区分他的形式跟内容 因为事实上这个内容也就是他的形式 这是这个哈维斯他所要说的 所要说的 所要说的 贝多芬把这个具有内涵与内容 意涵的东西 现在变成了他整个形式的一部分 那这就是哈维斯要说的 他说你如何去把这个内容跟形式加以区别呢 这个内容根本就是他的形式的一部分 根本就是他的形式的一部分 这是他的这个论点所在 因为这时候这个乐章实在是太长了 所以我只让大家听到就是说 终于累积累积累积 然后声音出现了 人声出现了 好像什么地球第一次出现的人类 像那种感觉一样 这是在这个 第九号交响曲第四乐章的这个部分 然后到最后就所有的合唱团一起唱 刚刚我们看到契乐所演奏的那样的一个旋律 这个是关于声音的出现 以及他所唱的内容 作为他的形式里面的一个部分 他所要说的 好 那么所以哈 在这个这里面他最后的一个结论 就是八十页上面一段最后一句话 As soon as a feature is blended non-formal and consigned to a marginal status within the medium of art one can usually find a major example in which the non-formal feature blend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form in the most central way 他说一旦某些特征被认为是非形式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在整个音乐里面 文字是非形式的部分 对不对 他说你只要说什么是非形式的 你就可以找到一个例外 这个例外是什么呢 就是在那个所谓的非形式的东西 其实正是他整个形式的结构里面的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他其实就是这个形式的一部分 那你说他是非形式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是这个Helvis他所要表达的意思 那么也是他对于这个所谓的形式主义的第一点的批评 那么第二点的批评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 我们再说即便能够区别形式跟非形式 那么他说要把 要完全的把非形式的部分 从作品的艺术性里面删除 那是说不过去的 那么他说举的例子就是这个希腊的悲剧 要把希腊的悲剧里面的这个非形式性去除的话 那这个悲剧几乎什么 就既不悲也不惧了 因为作为一种戏剧 他本来那个作为内容的部分就是他很重要的 对不对 就是他的故事性嘛 那个故事性很重要啊 那个故事性怎么能够去删除掉 他说这是为什么形式主义者几乎完全不谈希腊悲剧 因为他们一谈就说不过去 就说不过去 这个是他对于形式主义就是他太狭隘了 他只能够什么让某些艺术 而且我们的确认为他们的确是艺术 可是他没有办法容纳很多其他的艺术 而且甚至是可能是大部分的艺术 这个是他所具有的的一个缺点 所具有的一个缺点 那么结果他用了很大的一个篇幅在谈形式主义 这几乎又让我们又回到了康德了 那么然后他因此对这个形式主义做了这样的一个评论 这个评论就是在这个八十页的第二段 中间以下的部分 他说formalism is a powerful vision of purity and untranslatability that inevitably fails as a theory 他说他们就是形式主义是一个很有利的观点 有关于纯粹性以及不可转意性 就是艺术是纯粹的艺术 他不要艺术去沾染了世俗 沾染了尘埃 沾染了政治 沾染了什么 那么这是形式主义 对不对 那是有洁癖的人 对不对 我们艺术就是艺术 我们不要去什么 去管到那个内容 你要享受的是这个纯粹形式的乐趣 所以他说他是在这个观点上面 他是很有利的观点 对于艺术的纯粹性的坚持 以及一个艺术的没有办法translatability 没有办法把它转变为别的东西 他艺术就是艺术 我们要保持在艺术的领域里面 这里面是一个什么 一个这个纯洁的领域 对不对 这个是他说formalism这样 但是他说z 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观点 这样的一个有利的观点 却不可避免的终究要失败 他做为一种理论 因为他们实在是没办法把 我们人类世界的所有的艺术 都很好的放到他的理论里面来做个解释 所以他说对于形式主义 我们要怎么来看待呢 这是他的一个解明于这个Helvis的观点 It is best understood as a point of view 他说你最好把他理解为 那就是某一种的艺术的观点 而我特别把那个而强调出来 他不是the point of view on art 不是所有的艺术的观点 而是只是某一种艺术的观点 那么这种艺术的观点怎么样呢 one which seeks to highlight perception of organization over perception of scene expiration or story 所以他不要什么 不要那个主题 对不对 主题就是说他在表达什么 不要那个表达 不要那个故事 他不要那个东西 那么他把重点摆在什么 摆在这个艺术作品的结构 对于这个艺术作品结构的感知上面 而不在于什么 感知他的主题表达以及故事 那个他所就是他所带给我们的是这个方面 所以他让我们看到艺术的确有他迷人的一面 可是他没有办法解释 一切的艺术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康德的这个形式主义的那一面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康德的这个美学里面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道德的象征的这一面 那么这一面就是什么 就是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艺术跟这个道德政治 这个领域的一个关联性 刚好是另外的一个侧面 那么在这个侧面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 他事实上在黑格哲学里面并未完全消失 而是转变了 而是转变了 那怎么样的转变呢 他用了两句话来说明这个转变 那么这句话前面的我摆在上面的这个是康德 他说在康德那里一个人 One stands before the beautiful object as an exemplar 一个人站在一个美的事物上面 他是作为一个例子 可是这个例子他只是其中一个 因为其他人也都是这样 所以所有的人都是普遍的 所以人当他站在艺术做美的事物之前的时候 他只是作为一个 exemplar and the work 而那个作品 being a subjective experience symbolic of our moral capacity stands as exemplary 那么艺术的作品也是一个范例性的东西 这个是康德 所以康德都谈个人 一个个人面对的一个艺术品 可是他都要谈的是他们的普遍面向 所以这个人或者这个作品都只是example 或者是exemplary 这个是康德所要表达的 那么他说对黑格来讲康德讲的太多 另一方面讲的太少 他说下面这句话在讲黑格 他说for hegel it stands for something more 所以这个人站在那里其实是更多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什么 是the aspiration of an age 他代表了其实是某一个时代的想望 某一个时代的憧憬 某一个时代对美的要求 这是这个more 的部分 and something less 那less 的部分什么呢 他是less universal 没有康德讲的那么普遍 rather than which speaks at a moment of history 而只是人类历史里面的其中的某一个片段 所以他代表的不是只有他个人 而是一群人 但是也就是这群人在这个时代 而不是什么 人类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所以康德讲太多也讲太少 对黑格而言 然后呢他下面就说this bring us to hegel 这就把我们带向黑格尔了 所以这部就是带向黑格尔了 所以这带向黑格尔了 这个是什么 是一个他们的带向黑格尔 那里是个人带向黑格尔 感谢观看